佛陀一開始在鹿野苑度吳比丘成立僧團 當時的僧團可以說是非常的平靜 就吳比丘 包括了佛 人不是很多 那僧團當時這吳比丘也因為佛陀的教化 都是大阿羅漢 那麼大阿羅漢的根本條件就是不再有貪稱之 以我們現在對所謂的沒有貪稱之到底是什麼境界 以我們目前大家所熟悉的用語 就是不會計較 不會比較 以最簡單我們可以熟悉的生活方式跟態度 不再有貪稱之 最基本他了解到不會跟一切眾生計較 也不會跟一切人比較 那當然僧團因為佛陀的威得力 身眾人數越來越多 之後因為馬聖比丘也就是吳比丘當中的阿碩士尊者 阿碩士尊者也就是馬聖比丘 因為馬聖比丘的威夷非常的莊嚴 而渡了舍利弗 那舍利弗同時跟他的師兄弟 也就是穆建林尊者 他們同時在馬聖比丘跟佛陀的教化 又各自帶了一百位 就兩百位比丘 那當時呢 又有所謂的三位加社尊者 名字都到加社 他們同時呢 又渡了一千位比丘 那也有一位叫做耶色比丘 又帶了五十人 所以當時的僧團人數呢 很快的就壯大 有一千兩百五十人 所以我們在經典裡面 假如有讀誦到比丘一千兩百五十 包括在吳比丘就一千兩百五十五位 那這一千兩百五十位比丘當中 每一位眾生的根器不同 有所謂的立根器的 有比較頓根的 那換句話說 有些是比較守規矩的 也就有一些就比較會破壞的 但在佛陀的心目中 不論是善根 不論是頓根 不論是守規矩的 乃至會破壞規矩的 對佛陀而言 都是慈也識眾生 一律平等 都是應機施教 氣禮氣機 都去調伏 那當然人數多了 問題就來了 所以之後佛陀就在身團裡面 因為大眾的修行 因此開始制定了戒律 那戒律就是所謂的誰犯誰智 隨著當時的因緣 有眾生有修行的違反了規矩 然後制定了戒律 這就是有佛在世才有智戒 那智戒之後呢 這個戒律就慢慢的慢慢的 就這樣的在完成 那因為有煩惱 所以才要智戒 因為有煩惱 所以才需要佛陀的教化 那之後因為生團裡面人多了 那相對一些煩惱問題就來了 那最基本的呢 因為一千兩百五十位當中 那除了這以外呢 還有當然陸陸續續 還增加了非常多 那有些是阿羅漢 有些只有出國 有些人正國都沒有 就是所謂的凡夫比丘 問題很多 那問題一來呢 最直接反應的就是 很容易計較 也很容易比較 所以佛陀才又在這個 戒法的持守當中 又所謂的生且坐持 做什麼應該做 什麼應該持 就所謂的開車持飯呢 也就在生團的生活當中 慢慢的去成就 那後來因為人數多了 那開始有一些問題了 那開始呢 彼此之間呢就相互的去 比較了 誰的功夫好 那就開始會計較了 誰做的事情多 那問題就慢慢地反應出來了 有一天佛陀就講了一個故事 直到生團裡面有問題了 有些阿羅漢他根本 不在乎這一些生活的小事 但難免有一些人 也就會起煩惱 佛陀多有教化 他不會因為這個 比較頓根的 比較會起煩惱的佛陀就擺著 他也不理他 不會 佛是我們的大慈悲的世尊 所謂的三界導師 世生慈父 佛就講了一個故事 他說我們人 光這個五個手指頭 都會計較 有一天這大拇指 他就說了 五個手指頭裡面 我大拇指是最偉大的 我是最重要的 五個手指頭 都認為自己最重要 大拇指有一天就說 我是最重要的 因為當不管任何人 做了任何事情 當被受肯定的時候 一定訴出大拇指 你是最棒的 你是最好的 你是第一名的 大拇指就說 我們五個兄弟裡面 我是最偉大的 我是最重要的 其他的不重要 這大拇指就很自以為是的 就起了驕慢心了 這個實子 他當然不認輸 他就跟大拇指說 你不是最重要的 你不過只是在生活當中 有這麼樣的一個動作 但是整個的生活當中 我才是最重要的 當有人迷路了 再問我路方向從哪裡 都是要透過我實質告訴他方向在這裡 當有人在煮飯菜的時候 要嘗試一下這個食品的味道好不好 都要用我這個食指 所以它叫做食指是這樣來的意思 要嘗嘗味道恰不恰當 要用食指去甜一甜 我才是重要的 沒有我這個食指 你們今天吃東西的味道如何 怎麼可以品嘗得出來呢 食指就跟大拇指說 我才是最重要的 還不甘願耶 這中指啊 他更不以為難 他說你大拇指跟食指 你有什麼最重要 你們說的也不過就是其中一部分 我中指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五個鎖指頭病起來 我是最高的 不言而喻我當然是最重要啦 我是最長最重要啦 我站著就是比你高 我就是比你重要 中指就這麼認為 各有各的道理 這無名指啊 他更不以為難 無名指就跟說 你們說的都不重要 我才最重要 人與人之間 要中第一身 都得靠我這個無名指 來掛戒指啊 掛秋季 這個戒指就是這樣來的 這個戒指 除了世間講的這個戒 除了結婚穿戴戒指以外 包括我們 最重要的是我們出家 這個生團裡面呢 要辨識 要寫寫作語 是不是都用戒指 這個戒律的戒 它有很重要的意義 所以這無名指啊 他說我才是最重要的 沒有了我如何約束 彼此之間的這份情感 我才是最重要的 這五個兄弟當中的 大母子 十子 中子 跟無名指都講話了 小指頭 最沒有意思的 那四個兄弟就說 那小指啊 你最沒有了 你從無路用 你最無路用啊 小指不知道怎麼回答 他只告訴了他師兄弟說 我不知道我有什麼作用 我只知道 當我們在合場的時候 我最接近佛 大家肅然無語 對這一句話 如雷貫耳 莫然一聲如雷貫耳 小指頭說 不管人 你在什麼樣的一個位置 你做了任何事情 假如不是接近了真理 不是為了利益一切眾生 你不過只是在執著自己的 這一份名跟利 無法利益到一切眾生 那些人 當時佛陀佛 當時就借這個五個小指頭的故事 告訴了身團的每一位 比丘說 每一個人都很重要 每一個人都有他所要表現 要利益眾生的功能跟作用 但所有的功能跟作用 都是倒歸淨土 所以小指頭說 我合掌的时候是最接近佛 就是最接近净土 凡有所修都是要回向净土 当时的比丘们听到佛这么一说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惭愧 原来我平常生活当中 这么喜欢计较的 这么喜欢有一些状况的才知道 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对 但是最后的一个观念跟态度 就是要倒归净土 我们今天来出家修行学佛 我们不管所学所用 都能够倒归净土 不然我们跟大拇指跟十指 宗指戒指 在计较自己表现出了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不过只停留在自己的境界 无法学习大无我的精神 融入一切众生当中 所以佛陀来当时就借了这个公案 跟比丘们说 当一个僧团的人数众多的时候 要学习无我 就要学习像小指头一样 凡有所修都能够倒归净土 把自己看得越渺小 你才会感觉到自己的重要 如果每个人都只看到自己的伟大 殊不知众生的需要 那就很枉然了我们在神团的这份用功 那师父今天也借这样的一个机会 跟大家鼓励也是告诉各位 我们目前都没有这些 纷纷牢牢比较计较的问题 我也肯定我们在座的 目前我们都没有这个问题 耳后也不应该有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听过佛陀这样的一个故事跟公案 我们不会再有 我们也不应该有 我们也没有理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执着 我们只能够不断地学习 把所有的一切修行倒归净土 这也是师父一直以来 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的自我警惕 因为平常我们就自我熏修 我今天能为佛教 我今天能为道长做什么 纵然身体有很大的考验 每一个人的色身 都会因为地水火风 世大不调 而有种种的现象产生 以我个人 我都觉得那只是在消灾 在消夜 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有他的极限跟障碍 我也有我的障碍 我也有我的困扰 但我从来不会把我的障碍跟困扰 当成修行的借口 我会想办法去克服它 我不会让障碍跟境界形成了我障碍的理由 我会让它成为我真上善缘 我们不断地学习 把凡有所修倒归净土 你把自己看得很渺小的时候 你才发现到众生的重要 就像文殊师弟菩萨 他感恩一切众生 因为一切众生 才成就了文殊师弟菩萨 成为欺佛之师 也因为有一切众生的这一份因缘 才成就了菩萨道 所以菩萨是因有众生而有菩萨 当你发现到你还可以为一切众生 为佛教 为道场出力 你会觉得你是世间最有福报的人 就像一个人好家好家 可以这样行动自如 一个人能够行动自如 能够做很多事情 绝对大过瘀 瘫痪病在床上的那个感觉 当然好家好家 会有得行动自如 是世间最有福报的人 我们不是在侵蚀任何一个状况 我们是在珍惜自己的福报 珍惜自己当下所有的一切 这才是真正你体会到 世间无常的真实意义 就是因为无常 所以更积极地用功办到 那佛陀在说这个公案完之后 弟子们都能够依教奉行 只惜了当时生团的种种的困扰跟纷争 所以多寻修佛法是对我们有利益的 简单的用这样的一个公案 来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能够以此为借鉴 好好的在法上用功 定义一切友情 阿弥陀佛